新港匈展嘉社区何泰谷班 宣玩有老中青三代 一个一个拍过时拍得很厉害 又常常受到邀请 但任听电话当的表演嘉宾 用鼓声让更多人赏赛因 起世十九位何泰谷演奏 这是新港匈展嘉社区的何泰谷班 我是觉得说我们增加社区 好像每个社区都是以跳舞队为代表 所以没有什么各个社区的代表特色 那我很希望说我们增加社区有一个很特别 是属于跟别人不一样的 就是一个文化跟特色 所以我想说我们来成立一个泰谷队 我们这个泰谷 可以说是三代同堂 最多岁、七十多岁 再来小岁是比这十多岁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来当中 何泰谷也在深港湘都算非常想力 做出这个表演 班长征运方标识 课定分作基礎班和进阶班 拜理由老师、尬科、拜三式团丸 任何时间 基礎班的部分就是现在由我目前来帮忙 就是做新生的训练 那进阶班的部分再由我们王老师来做培训 可是当我们要表演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分别出那个不同的层次来 这样会画面会更有特色、更好看 其实我们的新生真的很棒 我们的基礎班其实成立只有两个月 可是他们已经可以上台表演了 就在九月十七的期间成果展 他们就是他们第一次的演出 对年龄层广 可是我都是用一开始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 那我们泰谷它最简单方式就用口诀式的教学 那口诀式的就是很简单 不管是什么年龄层都能马上接受 而且记得起来 泰国表演没配合 只是结合平泰谷、红谷、中国特大谷、地谷、丁、楽器 透过观音和激音这些变化来进行演奏 记得老师王小为标识 怕泰国最重要的是真心和台独 就要转组演出 得当利用高山向观众团打出表演的意见 到最后的新闻要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